十五位理神学院 王怀德惠都也勉励毕业生们 要为了上帝而服侍 寻求上帝给予力量 来为羊群付出及牺牲 并成为一个卓越不平凡的牧羊人 此外王怀德惠都盼望 毕业生们不要忘记上帝的护照 继续保持灵修生活 并持续地成长 献上最好的给上帝 魏里神学院院长 持经代牧师也于毕业典礼上 颁授学位与证书与本季的毕业生 本季毕业典礼总共有十六位毕业生 其中有十位是全时间的神学生 十六位毕业生包括了 三位宣教系 六位神学系 一位礼拜与音乐系 四位教母硕士毕业 以及两位延伸神学教育毕业生 毕业生们也于毕业典礼上派代表致辞 以感谢过去老师们的教导 当天的毕业典礼吸引了许多毕业生的家长 家人及朋友们出席参与 并于典礼后一同合照留念 资讯传播部采访报道